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 所以我們今天呢 當然是希望大家趕快 回到正常的軌道上面 該工作的 該專心的 我們心情回復回來 對不對 期待下一次的暑假 暑假大家臉沒放 什麼啦 怎麼突然講到發生 是那個失業 而且那是失業 好悲哀 好 我們來做個測驗 對 這個測驗可以來看看大家 到底那個心情回復了沒有 對 你是不是休假腦力 就摔腿了 注意看我接下來要給大家看這個題 只能有二十秒鐘 二十秒 來做記憶喔 來... 然後看完之後 還有下一張圖 要很專心啊 二十秒 第一張 準備好了 準備 來 開始 開始計時 二十秒 快... 十二個臉 十張 我連視力都有點摔腿 真的假的 趕快... 剩五秒 這麼快 太短了吧 等一下二十秒啦 三 二 一 什麼 關子在看 快點... 快吃下一張 快點... 趕快這邊 不要講話... 有幾個不一樣 有幾個臉腑不一樣 幾個 好不好 不用寫剩序 不一樣的 沒有 要寫編號 哪一張臉的編號不一樣 哪一個編號 不要... 有聽到喔 有聽到喔 小孩過年去哪了 太短了 太短了 一樣是二十秒喔 預備 開始 都一樣 什麼 快喔... 有不一樣的喔 而且好幾個喔 聽潔霖這樣講到 潔霖可能可能 好幾個不一樣喔 五秒 四 三 二 一 好 時間到 有幾個不一樣 好緊張喔 這一下就有幾個不一樣 亂猜 來... 請翻版 這比大學聯考感覺還恐怖 有四個 有三個 四個 來 我們來對照一下 五七十十二 五七十十二 四七十十二 你是四或是五 五七十 你少一個十二 對不對 到底我們這兩個答案是什麼呢 我們同時的 對 同時的撕開來對照一下 好 我們來看看 兩張圖到底是哪幾個不一樣 好 來 對照 看見照 都一樣 一二三沒有問題對不對 四 沒有問題 對 有 他們生前不一樣 那個 剛剛不是說啊 表情啦 表情不一樣啦 你這個太厲害 連生前都可以看出來啊 神經病就有色盲啊 不是他們生前 因為我有一點就是 印象記憶法 就看過去的時候 覺得那個去快 好 那你沒有寫五 都不一樣 OK 好 你沒有寫五對不對 來 五 可是五不一樣 對 那邊照一個眼鏡 對不對 好 六OK 七 七不一樣 七不一樣對不對 好 八 九 一樣 好 十 不一樣 這個有領結 十一一樣 十二不一樣 哎唷 哎唷 前面這兩位看得比較仔細 看得比較接近是不是 對啊 你們兩位 這樣是老的啦 對 兩位 這老江怎麼這樣子 對啊 厲害啦 所以這裡面呢 我們要文醫師來解釋一下 零到四個 對 它有不同的一個解讀 基本上 開工喔 開工的話腦袋要清楚 腦袋清楚的話眼睛要好 對 包括眼睛跟腦袋的一種協調 就是所謂的 頭腦體操裡面的題目 那如果能夠答對四個的話 表示你的腦袋已經準時正在開工了 答對四個話 非常的好 恭喜你的記憶力沒有衰退 腦力跟記憶力都很好 不錯 小哈不愧去運動員 正在工作 證明一件事情 身過小孩的媽媽不一定會變笨 真的 百龍是我們的好榜樣 來 如果答對兩個到三個咧 你開始腦袋有點退化了 退化了30% 你可能最近有點 不是玩得太累 就是放得太鬆 目前還沒進入開工狀態 好 那如果只答對一個咧 可能有觀眾朋友只答對一個 可能你的退退指數 就到達60% 那你真的要開始注意你的腦袋 要補腦 那其實也證明一件事情 腦袋不好的也不能進入演藝圈 至少三個以上的才能進入我的演藝圈 而且還有三個 你這樣一講我們壓力好大 對啊 每次都要退出這樣 比你剛剛只有答對一個對不對 還好沒有問我們 好 那如果真的觀眾 在這邊真的只答對0個的話 沒有答對的話呢 可能麻煩你晚點開工 可能開始要看看我們這一集 好好吃過我們的腦力餐 做過我們的腦力超 才能夠開始開工 但是幸運抗議很重要啊 王醫師出了新書 來來來 大叔的書耶 好新啊 三大叔樂活退休數 你的中文唸錯了 三大俗 過完年不要輸要贏 所以叫三大俗 對 那教大家 這位大俗在這 對 那我是講健康的部分 那告訴大家 年輕人30歲40歲 開始要了解你的下半場 人生的下半場 如何規劃你退休的生活 情境跟理財 那我負責的部分是健康 幫你的健康顧好 你的人生下半場才會快快樂樂的 可以跟小哈去打球喔 送個流 送個流 他好俏皮喔 真的 這麼俏皮的醫生 好Q喔 相信我 他跟客人在解釋病情 他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嗎 真的假的 你最近高血壓唷 好 所以請大家來參照一下 這本初集 好 來 謝謝王醫師 謝謝 剛剛的記憶力測驗 各位觀眾都合格了嗎 沒答對也沒關係 只要收看今天的節目內容 包準你一掃收價的憂鬱陰霾 讓你有好心情迎接新的挑戰 到底該怎麼做 我們馬上來看看 要收心不過還是真的很難 因為放假的時候真的太開心了 但是來 今天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 幫助大家趕快新收回來 對 包括第一種吃太好 可能讓你開工開不了 像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我們來看看 大魚大肉通通來 飯後甜點一定要 零食更是停不了 那這樣會導致 我們這個腦鈍的原因 對 你看精神差 疲倦 頭昏 胃部悶脹 還會腹痛 那當然是不舒服 對 對不對 大魚大肉 雖然你剛剛分數還不錯 你會有現在這個症狀嗎 當然有 過年嘛 對啊 不是 對啊 剛剛都是所有那個什麼節食啊 瘦啊 那都先暫時擺在一邊 因為過年一年一次嘛 那直到現在我們也是 你如果去只要過年前一個禮拜 你去賣場就知道了 然後你就看到每個人的眼神 都很像有殺氣 你知道嗎 想不到是不是 又要買 買 買 就是管他有沒有要吃到 他就是買 然後我等到那時候 我在買的時候 達明哥都一直說 你不要買那麼多 吃不完 吃不完 可是我告訴你 全吃光 全吃完 一定吃了 一定 因為你過年沒事 然後你又有這種心態 所以你就會不停不停不停的吃過 問題是現在已經開工了 是不是後遺症真的都出現了 這些頭昏腦脹 其實是會 其實是會 因為你真的是代謝的變慢 對 然後消化也變慢 對 小哈你絕對是一直 嘴巴一直動 我絕對是嘴巴停不了 你的食量超大 對 因為像以前在打球的時候 那一樣啊 過年就是一直吃東西嘛 可能一收價開始 體重一定都會增加很多 那再去跑 一跑馬上受傷 膝蓋可能腳踝就受傷受不了 或者是跑步或練球 你絕對都是 因為體重過重 對 體重其實很快 重了可能三四公斤 你馬上就有感覺了 然後很難過 然後第一天練球一定都會 大家幾乎都會吐 那是以前在打球的時候 吐喔 一定都會 會超得很慘 而且因為教練就是有那種心態 他其實教練都很壞 他都會看每一個人有沒有變胖 他想說好啊 每個都變胖 我就來故意第一次就操你們 要收心啊 就把你們操到很兇 難怪你退出 對 就是因為這樣 我每年都吐 吐到有一天 有一年我吐出血來 我就說那我退休好了 對不對 那那是以前打球的時候 對啊 那現在呢 那現在更慘 現在不打球了 開始每次過年 一過了以後 痛風就發作 因為過年又吃啊 又喝酒 你知道 然後生活又不正常 我也是 而且他寫說 飯後甜點一定要 我不是 我是二十四小時都在吃甜點 因為就是除夕夜嘛 就是大魚大肉就是一定要的 然後就開始小朋友要守睡 然後我是一個非常喜歡打電動 online game的人 我就要三天三夜 我就是宅女啊 你宅女 我是宅女 就是宅在家打電動那一種 而且我一定就是守睡的時候 是開始online game 然後我就盤腿 然後盤腿就是這邊全部都零食 嘴巴不停 我就這樣 我三天三夜沒睡覺 就是為了打online game 因為二十四小時都有同學 都有朋友在線上 就一直打 一直打 然後媽媽叫 就出去吃正餐 就是大魚大肉 吃完再回來做的 繼續打online game 但是老實說 你那個盤腿放滿那個零嘴 很享受的 其實是一種成就感 對 像是你試著 把他們串 掛在脖子上 就跟老人一樣 這樣掛的餅一樣 掛在脖子上更方便 那是在收嘴爛 不一樣 好不好 晨曦 我們家其實是不開火的 在過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概從三個月前 就會開始pooking 就是從除夕一直到 大概大年初五 全部都是外食 都是在外面那種桌菜 或者是飯店裡面的那種 然後就從除夕開始 就一直吃那大桌菜 然後吃吃吃吃 然後每天吃不一樣的 然後吃到初五 所以延續到開工還是繼續 我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吃到後來 因為我這個人是屬於有東西 我就會一直吃 然後吃到最後 我自己已經不舒服了 然後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 會覺得說肚子好脹 然後就開始睡不好 可是睡不好又很奇怪 你會想說 那我把時間拉長了一點好了 那就可能睡到隔天 可能過中午之後這樣子 可是就會覺得 你明明時間也睡很久 但是就是 然後精神很差 對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一個症狀 而有代工的症狀出現 開工腦盾的原因 原因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喔 來我們看看 就是便秘症瘦 便秘定位 真的有症瘦 腦盾 對 我們常常說 真不只是提醒大家 過年期間你大魚大肉吃太多 有纖維的蔬菜水果吃太少 對 當你腸胃脹的時候 尤其有一些女生 有一些便秘習慣的話 她可能便秘會加重 那如果像坐在那邊的美少年 一直在打電動的話 你的症瘡可能也會復發 所以當你的下半身都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上班第一件事情 就要坐在辦公室上面 當你開始痔瘡開始抱之後 我告訴你 肚子脹脹 屁屁痛痛 一定沒有那個清醒的腦袋 去好好開工 真的耶 所以提醒大家 過年期間 除了吃你好吃的零食以外 有纖維的蔬菜水果 一定要多吃 可是我有問題 王醫師 剛剛說要多吃蔬菜對不對 可是我們過年常常會吃那種 就是已經縮乾的那種蔬菜餅 蔬菜水果那種 脫水的那種 脫水的餅乾 那個蔬菜餅裡面 基本上蔬菜的成分不高 纖維的比例也不高 所以你要吃到有 真的有那種纖維 像什麼常年菜那種 那個雞巴那個纖維比較多 是什麼金針菇 這菇類多吃的話 才會出現你的排便 真的好好吃 那如果照這個狀況 嚴重一點的話會怎麼樣 如果平時就有痔瘡的話 可能更嚴重的痔瘡就會出血 出血之後 對 會出血的話 可能的話 可能從除夕一直出血到開工的話 有可能會變成 痔瘡出血到貧血 一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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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貧血 因為我在基神醫療的經驗 我一年大概要送兩個男生 兩個男生 因為痔瘡出血 貧血到去住院 他每一次一大便 就大概要出血 大概50到100cc 就等於女人 職業的月經量一樣 這樣延續七天之後 他等於捐了四百四千的血 給他的馬桶 就等於急性失血 他可能就要去住院 等一下我打掉給玉琳哥 那為什麼女生關懷他 他已經出三天了 那女生那個來 然後又痔瘡 那這樣他可能就暈倒 會在馬桶上就暈倒 這個來又痔瘡 就衰到爆 所以這樣譚老師 那既然我們放假的時候 當然暴影暴時難免 對 那我們現在 開工 要收心 對 要怎麼吃能夠修復 我們的腸胃 其實第一個我們就把酒停掉 改喝水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我們就多吃一點 含果糖 含寡糖的食物 像大豆 洋蔥 蘆筍 這種寡糖很多 它可以讓我們的腸道細菌正常 那如果說再每一下午就趕快吃一點這個 無糖的幽酪乳這一類的東西 都可以幫忙 那當然所有的豆骨類的高纖維的 然後綠色的蔬菜 十字花科的白色蔬菜 都可以讓我們很快的 這些問題可以解決 不過大家聽起來想說 是不是要分好幾餐 然後慢慢的弄 這樣子很麻煩對不對 有沒有辦法速成 就一樣東西結集在一起 OK的 OK 那我來示範一下 好 韓老師之 顧好腸胃 醒腦餐 哇 這麼厲害 其實我們就用很多的 高纖維的東西 但是一點點蛋白質是必要的 我們就用一些花枝 那其實你家裡過年剩下的東西 都可以用 像有時候可以用一些雞胸 或者是一些 對 那個什麼 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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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今天用一點這個玉米筍 它是高纖維 高纖維啊 對 對 它有那個 因為過年的時候如果打電的話 它有硬黃素 所以可以讓眼睛更好 OK 那如果沒有玉米筍化 其實都可以 像小黃瓜 都可以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你喜歡吃什麼就加什麼 金針菇 甚至你可以加一點山藥 什麼都可以 對 然後我們加一些百香 這個 奇異果 它是高維生素C的 對 然後呢 我們加一些草 對 我的天啊 然後我們加的是 好奢侈喔 對 我們加的是這個無糖的 無糖的優格 對 就是完全不要再任何糖的 因為糖太多 對血體不好的 然後我們不用這個 現在先暫時不要吃這個雞蛋 做的這個沙拉醬 因為擔心它是有生雞蛋的 那我們多加一點這個百香果 因為百香果它是高纖維的 因為那個磨要留著喔 對 這個磨要下去 我的意思就是很... 對 磨要下去 你的磨的意思是指 它這個壁這一個啊 對 就盡量能刮掉的 刮下去的 這個磨也要把它刮掉喔 對 就是要靜黏 對 要靜黏 對 然後小的我們從來都是指刮那個肉汁 對啊 真的啊 然後我們就稍微把它拌勻就好了 對 拌勻就可以吃了 顏色也很漂亮 對 然後這個各種顏色的那個 其實五色的各種蔬菜水果都可以 對 你有時候小黃瓜啦 還是什麼金針菇再拌一點進來 或者杏鮑菇也很搭 也OK 然後有時候可以加一點那個什麼 香蕉也可以 對 但這個組合真的是我們前所未有 對 因為花枝 玉米筍加草莓 奇異果 這個我們沒有這樣試過 而且我們不要用這個沙拉醬 沙拉醬呢 是蛋黃去打的 生蛋去打 那容易胖 然後也熱量太高 那我們用這個 那其實可以選擇這最好是 選擇鍋質的 這些優酪乳會更好 對 這個要試試看了 對 對 好實現喔 小哈 你這動作太快了 還在講就入口了 好清爽喔 我喜歡這個沙拉 口感也很好耶 加上那個 百姜果太重要了 真的啊 那好香 然後其實百姜果酸酸甜甜 很舒服 那又有花枝又有什麼的 這樣破起來的感覺 OK 完全沒有覺得花枝是花枝 不然花枝是什麼蒟蒻 它這是一個口感的心菜 QQQ的 有嚼勁的東西 其實這個醬料以後 如果我們不管吃任何的沙拉 好像都可以這樣做嘛 對 因為這個是幫助糖味道的 但是一定要買無糖的啦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糖太多了 因為你會吃太快了 我還想續一碗 我還想續一碗 我還想看這一盤 他剛剛整盤都想要拿走好不好 OK啊 但是除了這個東西以外 那個潘老師應該也要教大家一些 可以擺脫便秘運動的一些東西 我跟你講 當然 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就直接就講了嘛 其實 其實任何運動對於便秘 它都是有幫助 但是我們做一些所謂 腸胃蠕動的一些動作 它就很簡單 你們常常看我們講 常常看看到女生會做一個動作 她會這樣 其實它這是有作為 有助於腸胃蠕動 真的嗎 所以當你做這個同時 如果你配合所謂的一個運動 你可以做下半身的一個擺動 下半身的擺動 身體擺動 順時鐘也好 逆時鐘也好 你現在是認真的嗎 我可能會這樣 看我表情 你不認真嗎 那邊都沒有人動 你真的有點猥褻喔 真的有人這樣子在做 經常 這個東西 你不一定要在外面 你在家裡可以練習啊 可是我之前打肚子的時候 人家都說會越打越打 你還在吃喔 侯同學 不會 不會 相信我這就是你幫助 腸胃蠕動的一些方式 但是你盡可能用下半身一擺動 所以你的大腿跟你的下半身 都已經在運動了 這次有助於這個腸胃蠕動 會 很快 對不對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如果你到以後有便秘的那種感覺 拍拍拍拍 動一動動動 就會想上車 會耶 對不對 現在就想了對不對 有有有 再拍個幾天 你試試看 再拍幾天 腸胃可以清得乾乾淨淨 還有好吧 所以吃的 做的 大家都要好好的做配合一下 對 來 謝謝 謝謝 好 那麼接下來還有一個 放假如果過太爽 Part 2 怎麼辦 有壓力讓你開工好無力 來看看出現的情況就是 還沒有放假就焦慮 親朋好友問不停說 你單身還是結婚啊 到底賺多少啊 所以會出現的代工的症狀就是 焦慮 失眠 心悸 胸悶 手抖 手麻 天啊 親朋好友問不停 單身跟已婚問的角度 東西都不太一樣 真的 真的 對不對 沒錯 如果像我們碰到的問題就最常就是 一回到家裡帶了兩個小孩 長輩一定會問小孩說 你考得如何啊 你考試考了幾分啊 都放假了 這學期成績單在哪裡啊 你考試可以來跟這個 叔叔伯伯阿姨領錢啊什麼的 然後尤其是那種爺爺奶奶 一問喔 你知道做媽媽的就會壓力很大 因為考不好你知道嗎 馬上就會轉來說 我告訴你啊 他們那個功課你就要常常關心啊 你不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知道那壓力來了以後 真的會讓你覺得有點小焦慮 對啊 那起碼我們沒有小孩的困擾啊 大家看到你就說 你為什麼會長那麼高啊 我跟你講 我這個困擾 你這個問題很困擾 我告訴你 我這個困擾太直接了 就是啊 之前有在打球的時候 每次放假之前教練就會講說 我告訴你們喔 收假的時候我要量體重 就只要這三個字 量體重我壓力就來了你知道嗎 有這句話在前面 你們還可以每個人都胖個四公斤嗎 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壓力太大了 然後尤其教練會點名我 我告訴你喔 尤其是你 你不准 你就想說 你只要過完年 你只要超過 胖三公斤 我就超你 怎麼樣 想要想辦法我壓力真的很大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發現 就是 就是 晨曦 我就是很害怕被問到那個 男友狀況啊 然後或者是 什麼感情的事情啊 覺得那個壓力很大 單身這麼問題必問喔 對 結理也是一樣嘛 我們兩個都單身 永遠就是問說 什麼時候結婚啊 因為我哥哥才剛有小 就結婚的時候就是問 下一個就是 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哥哥去年有小孩 你不覺得小朋友好可愛嗎 所以年輕趕快升啊 人家都說三十歲女生 趕快升會比較沒有負擔 跟小朋友年齡會近一點 會比較好 可以當一個年輕的辣嗎 就覺得說 好煩喔 很煩 就像你感人一樣喔 對 親戚朋友就知道 你在演藝圈就說 那那個 昌明哥是真的很小氣嗎 對 超煩 就問吧 很打掛 那重點是你怎麼回答 我就說沒有啊 昌明哥本人真的是 還好啦 其實大家想像說 你們的小氣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那真的會 讓人家很焦慮 像有一次我回去 就跟他們談話 因為我們平常沒有坐在一起 然後因為過年的時候回去 然後就一定會被問到 這些事情的時候 然後我都沒發現喔 整個談話結束的時候 我那時候手也是像現在 有那個做那個凝膠 OK 整個被我撥完耶 而且這其實是很難卸 這不像指甲油那種 它是那種 那是焦慮吧 對 就是整個被他們弄到 我整個人就 手都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就 就整個對談完之後 我的手已經被我拔光了 好 所以這一些狀況 導致你開工腦盾的原因 有什麼呢 來 我們看 就是節日的壓力症候局 為什麼這個放假 還會導致有壓力 嚴重又會怎麼樣呢 王醫師 其實所謂的這個壓力 就來自外在的還有內在的 那過年這段最長的時間 最麻煩的地方是 你不想要見到的 不想見到的 通通全部在那個時間 全部都會到 那有可能 第一遍問到最後一遍 可能你三天趕不同的地方 都被問同樣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問題會一直困擾你 那這個壓力 反而你沒辦法放鬆 你的壓力就很大 你的交感神就很興奮 興奮的時候 真的是屬於緊張害怕 手抖心悸 開始撥你的小動作 再嚴重一點 心跳就很快 胸悶 胸痛 再嚴重一點 開始焦慮 開始睡不著 那這個問題 如果從除夕 一直到觸的話 我告訴你 這樣一直交感神 一直興奮的話 你可能就沒辦法 開通的時候 你的腦袋就一定不清楚 那這個是屬於很特殊的 假日放越長 你的壓力就會越到 所以這時候有人選擇什麼 出國 出國去避難 對 可是記得出國去避難 你不要趕脫 五天的假日 你就玩了五天 那越趕越忙 一樣 你就一直買東西 去買東西逛街 你越忙的話 你一樣交感神經越興奮 你一樣這些東西 也可能提到 走斗心悸 也可能會發作 可是前往買東西 提東西比 初一問到初五 對不對 考試考得好 所以我過年都 故意去上班 去上班 起碼賺錢好一點 就不會被問到這些問題 所以我最近就常遇到 在過年之前 很多女生就會先找我來拿藥 她已經有這個經驗的 先備好藥喔 對 去年有這個狀況 她可能會先拿點藥 拿什麼藥 她拿一點點 肌肉放鬆嗎 還是 應該說有一點點的叫做 精神安定劑 那你這個東西很簡單 那你就是不要那麼有壓力大 OK 那如果這些症狀 你沒有改善的話 它有可能一直到現在 你看都已經 上班好多天了 對 這個狀況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有一些人 如果說那個問題 一直沒辦法釋懷的話 他可能 可能說我們這個狀況 只能說只問你說 你有沒有結婚 有沒有生下來 如果說有人可能遇到 比較大的問題 像我們剛好離婚 那這個問題有可能 經過這樣之後 他的問題更大的話 更想不開的話 我們常常說 假日本來就是什麼 每逢佳節被失親 那反而人家都有人陪 你可能那段沒有人陪的話 你可能心情會更糟糕 還有一種人 其實大家要特別關心 尤其是老公要特別留意一下 當人家媳婦 找男的媳婦 是不是 不好當 媳婦是不是 真的 尤其是 是不是壓抑超大 你知道嗎 你不會煮飯 我不會啊 然後你知道那廚事業 那個廚房就那麼大 對 那婆婆也很會煮啊 圍林也很會煮啊 然後我就要假裝 也要裝忙嘛 然後就是這筷子擺來擺去 擺來擺去 就在廚房擺一直在擺 那因為不然我去廚房 不知道要幹嘛 反而讓他們這樣子覺得 小小廚房 愛手愛腳你知道 所以我都只好退居幕後 可是問題是 老公就會說 去幫忙一下 對 你怎麼坐在那邊呢 對 壓力就很大啊 年菜的食材誰買 婆婆 我跟妳講 下次妳買 我跟妳講 我跟我婆婆去買過的菜 我壓力更大 沒有... 她只能衝 我還講說是蒜 然後還講錯東西 什麼都買錯 買櫃 就是反正都是講錯 然後婆婆都會說 你不懂這個東西 就是要買什麼 因為我們年菜 尤其都會把食材就是升級 對 什麼魚 就要更好的魚 什麼就要更好的什麼的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都在旁邊 就看著 哇 好像那個 不是 如果你連衝都會講成 算 我看 那還是去買筷子好了 不然就是你下次花一年的時間 學個冰雕 人家在坐山的時候 你弄一個龍鳳城翔出來 或是那個蘿蔔把他刻到 對... 冬瓜把他刻到... 好奇異耶 賴對不對 好 譚老師 那這個放假壓力 如果這麼大 影響到開工的情緒 這個吃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讓這個壓力 這個醒腦的壓力 稍微減低一點 其實第一個當然就是水安酸 水安酸就香蕉 還有純一點的巧克力 因為你不要去吃那個牛奶巧克力 那個油肯多嘛 你看85%以上的巧克力 其實這個效果都還滿好的 那當然有一個就是 抗氧化很高的東西 就是洋蔥 大生 番茄 這種東西都可以讓我們 解除很多的壓力 然後這個高纖維的食物都會的 所以也不要太擔心 就是把這些很均衡的飲食 再套回現在就可以了 重點是在均衡啦 對 或者是動起來吧 對不對 動起來 運動 對 對不對 很不想cue你 運動配角的 不是 這段是一定要cue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蘇姐壓力最好的方式 就是運動 但是運動有分喔 你做得對就沒有壓力了 做得不對 壓力更大 那你就錯了 我們要減壓耶 對 我們不要你會跳 可是一定要你會叫 如果你不會叫 你至少要有心跳 如果你沒有心跳 那才可能會死翹翹 漂亮 那我們大大就行動起來了 好不好 來 來囉 對 要減壓 聽我們減壓一定要非常地開心 是 開心 待在你運動 還要教大家怎麼吃蘋果 漂亮 很開心 都愛吃蘋果對不對 是嗎 我們這些簡單的觀眾朋友 你跟著潘老師一起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動作好不好 跟著潘老師一起 來 一二三四五六 再一次 二二三四五六 是不是很簡單 可以 那這個動作會不會 這樣動作 墮腳四個會不會 一二三四 同樣動作 然後換邊再來 五六七八 腳也要倒 手腳要垂胸了 對 就是垂胸 就是一樣四個 就是墮腳四個而已 好 這樣夠簡單嗎 可以 我們都這樣玩了 都這樣跳的時候 我們要把頭髮梳一梳 頭髮梳一梳 然後打開很開心喔 然後跳跳 跳跳 結束了對不對 OK OK 好 我們第二次最後的結尾就是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明白意思嗎 也就是說我們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就上上下下啦 好 全面越輕鬆越好 好 大家把腳張開 好 張開來 很輕鬆的扭扭 你的屁股會不會 屁股都會扭嘛 OK OK 右邊四個 一二三四五六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揮揮手會不會 揮手都OK啦 哪一手 右手要揮手 怎麼會變 揮手 揮手四個 揮手 換邊再一次 簡單了 你看我們今天是不是很輕鬆 對 可以喔 這樣拍走會不會這樣 拍走都會對不對 好厲害 這麼簡單 好 可以 是不是 反而用縮腳怪怪的 拍拍手 拍拍手 速度會這麼慢嗎 對 就這麼慢 真的嗎 OK喔 而且上手 上上 下下 上 上 下 下 拍手四個 一二三四五六 上上下下 上上下 老師啊 我要吃草莓 好 簡單了 結束了 跟著我啦 好 來... 觀眾朋友 輕鬆開心 我們開心的吃蘋果 老師 音樂來 屁股 來 屁股 好 是不是很輕鬆 輕鬆 換邊再一個 很好耶 好開心喔 右手揮起來 跟著我揮揮手 太厲害 再換邊再來 你看看多整齊對不對 好 我們要拍拍手走路了 好不好 好 來 拍拍手 好 剛才教過的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難得那麼簡單耶 你看 看得跳得真好耶 給我一點感覺好不好 有沒有很開心 很好了 然後我們揮揮手 揮揮手 上下上下上下拍手 上下上下上下拍手 好 那麼簡單耶 準備好了沒有 大家給我拍拍手 剛才教的 不離不棄 你是我的小牙小蘋果 再一個 很厲害 你都不嫌多 碰碰的 不要忘記了 白龍 好 叔叔筒 好 來 手張開 我再一次 你是我的小蘋果 再一個 很好耶 好 剁腳 剁腳四個 OK 最後一遍喔 來 上上下下 OK 拍拍手 喔 結束了 很簡單耶 好好玩喔 壓力完全輸的 可以讓你坐嗎 好好玩喔 開心嘛 而且這次有一段沒有讓我們的心跳 急剧的拉上來都一百歲 我跟你講 我今天我說過 你剛才說 他就是要放輕聲 好好玩喔 這樣叫我們坦老師跟王老師 來唱一次看看 Solo一下是不是 他們兩個講 五六七五 你叫我搞到他們假日 收假增過去一個名字 對 OK 好的 來 謝謝潘老師 耶 有精神多了 好不好 接下來關心第三點 好 放假過太爽 三就是太放縱 讓你開工超不爽 出現的情況是 你可能之前通宵打牌 唱歌追劇 那麼壓力解除 天天睡到自然醒 所以如今的狀況就是 輕吐發燒 淋巴結疼痛 肌肉無力疼痛 胃光 還有抑鬱沮 有那麼嚴重啊 這個 有 因為我覺得就真的是 你知道有的時候 因為累一整天嘛 然後我看過年期間 我們幾乎平均 大概都兩三點 才會睡覺 會喔 對 然後其實已經累到不行了 結果我曾經就是第二天起來喔 我整個就是落枕 因為我太累 所以我一睡喔 我就那個姿勢就 整晚就都沒有夠 所以我覺得真的 因為你玩得太開心 因為小孩子也會耶 小孩子他們現在都跟我 就是那時候常跟我講的台詞 我叫他們去睡覺 他們都會問我 都會跟我講說 過年耶 過年為什麼要這麼早睡 過年就是要晚啊 對 妳也沒辦法反駁 還滿有道理的啦 對啊 我們也沒辦法反駁 說話這樣 你說小孩子去睡覺 然後大人在那邊 哗啦啦 哗啦打麻將 我們也沒有說服力 對嘛 那小孩就在那邊亂啊 然後其實小孩喔 他們玩完然後去睡 連小孩第二天都會說 媽媽 我是有一點覺得 身體不舒服 是喔 沒有結婚 我們單身也會這樣嗎 會啊 會啊 真的會 真的 因為你看我們其實 因為過年 然後朋友的 其實滿多的 大家聚會 晚上聚會一定會喝點酒 喝到可能 完了以後再去吃點東西 到早上才睡覺 這時候就會 意怒沮喪 我就會開始想說 我昨天 一定會輸 我昨天晚上那一把 為什麼壓這麼大 就開始想很 就會很沮喪你知道嗎 你這個氣怒跟別人 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你知道 早上起來其實身體 就有一點狀況 頭暈啊 可能有點不舒服 肌肉痠痛 你就會想說 一定是昨天宿醉 那沒關係 我還有很長的時間 可以再休息 然後又喝 然後又睡覺 其實身體已經有點 可能有點感冒 有點發燒了 自己都不知道 對 晨曦 我覺得我可能是 心理影響到生理 因為我真的是 每一次百事不爽 就是我每一次 放完長假之後 我快要開工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生病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可能經紀人打電話 來跟我說 那你要開工囉 然後幾月幾號 開始要去通告 然後我的聲音就 什麼事啊 什麼時候 可不可以晚一點 再跟我對通告 因為我現在沒聲音 刷大肌的鎖 沒有 我就是 喉嚨會開始痛 平常都不會 然後那個人就會跟他講說 大飛你不要鬧 叫晨曦來跟我講 是 阿龍 阿龍 怎麼 他這是肌肉無力的 對 肌肉 做到會摔倒 就是那時候快要開工之後 就會覺得很奇怪 每次要開工的時候 就會開始生病 然後掃蝦 然後甚至是發燒 所以我大概 比如說過年的前後 我都要各看一次病 前面就是像醫生說的 我要去拿那個 睡眠的安眠藥 就是叫做 他們叫做什麼 睡眠痕痕痕 還是什麼的 膝蓋放鬆 肌肉放鬆 對 而且我去年 從去年開始 我第一次拿的時候 他還說 你只能拿七顆 然後第二次 今年就是隔一年之後 然後再拿的時候 就可以拿雙倍 就是拿十四顆這樣 這樣子喔 比較嚴重 他有叫你拿好酒吧 Jerry 我跟晨曦也一樣 我也有去拿那個 肌肉鬆弛劑 因為我跟他說 我打了三天三夜的 那個網路遊戲 對 我跟你講我打完之後 我真的是全身僵硬 因為你會維持一個動作 維持很久 對 然後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去買肌肉鬆弛劑 而且我一次就是買一大盒 先把一個月的份先買好 對 而且肌肉鬆弛劑 要配合消炎藥 一起合併 胃不好的還有胃藥 是嗎 王醫師 基本上 你不要亂講 就是教觀眾自行診斷 那本身很多 這種真的是 肌肉太緊繃 或是說有肌肉扭傷的人 你過了即興期之後 你可以吃一些所謂的 止痛藥加肌肉鬆弛劑 那應該在我們的經驗當中 肌肉鬆弛劑都很傷胃 就不能空腹吃 所以昌明還真的蠻厲害的 再加點胃藥 就等於叫做 止痛藥加肌肉鬆弛劑 加胃藥 在醫生的專業判斷之下 這樣不用 基本上你的病情 是可以改善很多 那有些酒病 很良癮還真的蠻厲害的 但是 但是這個一定要先經過醫師診斷 對 而且醫師你放心 因為我們都大魚大肉 一直在吃東西 連離食都空腹的時候 好 所以如果有這一些狀況的話 腦頓的原因 腦頓的原因就是 假日疲勞症候群 放假沒有壓力 開工反而生病 這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呢 很多人在開始放假之前 都很努力地工作 一直很 用你的腎上腺素 去驚你的工作 等到開始放鬆之後 過了一天兩天 就開始生病 大部分一般都有這種經驗 那就是說你之前 是用意志力 去把你的身體的免疫力 做提升 可是當你放假之後 如果你的生活做的 其實不正常 像小孩一樣 很晚睡 又雖然不然你睡得很多 你這樣生活做的不正常 你放太鬆的時候 你的膠感神經 雖然比較和緩 腹膠神經雖然比較高 但是你的本身的免疫力 並不會提升起來 真的耶 所以我們說人體是一種平衡 所以很多人去做那種 自律神經檢測的時候 它兩邊不平衡之後 身體都會不健康 所以基本上 你一定要把你的身體 做個調整 否則過年之前身體不好 過年的時候又不好 開工會更慘 你今年就沒氣溫 你可能會更加一顆醫生 做個比較長期的朋友 這樣是不太好 我真的每次那個 放假放久 又要開始 又要開始復工的時候 我嘴巴裡面就會破洞 對 就會破洞 就會長泡疹 嘴巴旁邊 但是如果這個我們放假 因為它是要放鬆 但是為了要收假容易一些 所以要放鬆 又不能太鬆 那個 很難 那是誰要調整 比較難 來 給大家觀念 因為今年放假比較短 只放了幾天 六天 六天 所以麻煩你 可能前面三天 可以按照你們正常的玩法 可是已經過了 我們放完了 我們放完了 來不及了 沒辦法 等明年你要學會這招 對 心態 基本上如果說今天 真的已經來不及了 只好你這幾天 開始自己調試一下 我講實在話 就是你要把給自己一點收心操 每個人不一樣 可能有人要提早兩天 可能要提早一天 那把你的生活做 也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 然後多做一點運動 然後最重要的是心情 我覺得 其實小時候大家有一個觀念 快快樂樂的去念書 高高興興去工作 那真的要開工 其實應該要抱著 很喜悅的心情 我每次開工作 我都很高興 因為每次出入也都是我 除夕也都是我 那雖然病人都生病 我還是都很快樂的 照顧病人 心態的問題 我覺得要找一個動力 對 比如說 要開工的時候 太好了 我最近又可以趕快賺一點錢 把紅包出去 紅包趕快賺回來 對啊 就是給自己一個動力 不是打開書的錢賺回來 賺回來 你真的很在乎 那個 怎麼一直還在講錢的問題 你怎麼在乎 我一直都講使命感的事 然後你就找錢 你怎麼會打拔拔拔拔 譚老師 所以吃的部分怎麼行 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現在不要再喝 提升飲料了 我們認為說 我們現在精神不好 我們就喝很多提升飲料 其實暫停提升飲料 然後記得就是八分飽就好了 然後要記得 豆類跟骨類 永遠都要吃到足夠的 這個纖維料 這樣才會預防很多的疾病 OK 好 再來吧 運動了 好 運動了 來 運動了 潘老師 對不對 開心了嘛 對不對 今天觀眾朋友 你一定要鎖定 真的是 今天你看我們前面 很輕鬆一下 戴過了讓精神非常好 對不對 今天又不一樣 後面這一趴 你只要讓自己流點汗 絕對 流點汗之後 就像我們兩個醫生 你看都講了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健康的運動 是 所以讓大家好好流點汗 好 來 跟著我一起來囉 來 好 好 我們要解除 心裡面的壓力 絕對要 我們要放鬆 我們要增加我們的免疫力 對 熟心了 我們吃了這麼多嘛 剛才教得很輕鬆 現在我們再稍微 進階一點點 一樣簡單 來 我們來個運動操 就是你必須要把身體的力量 都結合在你手臂 我們做一個什麼想法 類似拳擊 四個 四個 二 三 四 好 然後 左手兩個 然後右手兩個 OK 觀眾朋友要跟著一起 很簡單嘛 你看六 七 GO 一 二 三 出拳 五 六 換邊再來 二 二 三 出拳 五 六 夠簡單嗎 可以 好 然後右手四個 右手四個 左手再四個 好 原地做完之後 我們總要讓自己走位一下 走位 因為你必須要配合你的心態 OK 隨便你怎麼拍 走 走 走 拍 走 走 走 拍 夠簡單了 簡單 然後我讓你 原地兩個 兩個 轉圈一個 慢慢轉圈 換腳 再來 兩個 轉圈一個 一 二 三 好 輕鬆喔 好簡單喔 對 很簡單 來 最後一個動作啦 最後一個囉 最後 這麼快 我變了 我變了對不對 你變了 不是 因為我也吃滿多的啦 我也會累嘛 好不好 OK 你看 觀眾朋友 跟著潘老師是同意的 把你的腳抬起來 輕鬆一點兩個 一個 兩個 扭扭屁股 一個 兩個 再扭扭屁股 一個 兩個 最後一次 一個 兩個 然後就開始擺 第一個動作 就從頭來啦 又來了 就結束啦 就結束 好 但通常女生就會這樣 哪有 我們哪有這樣子 對啊 我沒有 你做一次我看 試一次 你看 我看 是不是 我太有上司了 對不對 我就說來 但這個動作要有用的話 全身要上 唉唷 好帥喔 然後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有鬆耶 厲害 反正你做一次 你以為沒事 你一直在那邊抓頭髮 你一直在那邊抓頭髮 一邊 氣 OK 白 好 開心 對不對 沒有事 開心開心 我們就要讓自己一個心肺 好 調整起來 好 觀眾朋友都準備好了 好了 大家都準備好了 好了 來 拍子 輕鬆一點 很快耶 動起來 這樣哪裡又很快 很快 我們要準備出拳了 右手出拳 左手出拳喔 Come on 胡 好 一 一 二 三 四 好 快 再一次 對我來咧 武功 再一次 很好耶 戴著你的腰 OK 左手四個原地 不是這樣 你也會這樣 聰明啦 來喔 賈西龜 走 拍 再走 再拍 很好 剛才教的 兩個兩個喔 雙倍 轉圈 轉圈 一個 輕鬆一點 很好 不要裝可愛 兩個 兩個轉圈 Everybody 來 左腳抬起來 Everybody Everybody 大家一起 Everybody 我聽不到你說 Everybody 好 第一個來囉 最後一個 再來一次 Come on 準備囉 給我一個漂亮的Ending Pose 有沒有 操心了 操心了 有有有 這個比 這個比較激動 剛剛前面那個 有提升我們心肌過 好嗎 你看老師都流汗了 老師都流汗 老師都講不出話了 也太多了 老師正常呼吸好不好 老師 你說話 你這個是什麼拳 對不對 暴擊拳 這個是不是也符合你在 樹裡面提到的 對 要做運動 對 讓我心跳能夠到 一百三個跳 對 拉完這個運動之後 也符合另外一篇熱活 沒錯 心跳的心情就出來了 對不對 體力又變好了 所以這個 現在到三月多了 如果你心還沒收回來 適當的運動 正確的飲食 正確的生活作息 我覺得每一個因素 都不能缺乏的 對 要記得上我們FB的粉絲團 回答問題 借我機會可以獲得 王一時的行事 王一時的行事 好棒喔 三大廚的樂 三大廚的樂活退休術 太慘了 太慘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